各位早晨,歡迎收看1月4日 星期三的時事全方位 今早有李俊和黃偉倫 一起主持節目 今天早晨,李俊 早晨,李俊 今早有兩之功 當然是好事 不過昨晚我看見我們兩之功 各自都看不同的舞台 我知道你看直播台 看了兩位阿伯在爭辯 好像在有法會 沒錯 今個星期大家可以參與 這個特首選舉 很簡直地參與 因為泛民星期日會入初選 沒錯,大家都知道 建制派唐英連和梁振英沒有初選 但星期日泛民就有初選 泛民初選前 當然要看那兩位參選人 究竟說甚麼理念正綱 昨天是第一次 昨天有馮檢基和何俊仁 倫在同台辯論 但看看下一次是否流於空泛的口號 對… 還有另一件事 感覺有點像立法會 在爭論某些事情 而且兩位在說一些立法會的事 在看立法會的事 就看一看 應該有很多觀眾 我知道也要按照我昨晚有份主持 看范國威勇戰 周浩鼎兩個新生代的政客 怎樣去說 可能更好看 可能更好看 那就大戰時了 既然是這樣 那種噪音的聲音 出不來 但這件事 無論如何 昨天有一次是熱身的 星期六還有一次 還有一次 還有一次 但究竟選委是否真的這樣想 真的不知道 所以也要請來一些嘉賓 跟我們想想 究竟如果真的要選 這兩個選的話 選委取態又如何 這個也很重要 還是像張大明教授 不如讓梁振英進入閘 對,既然是這樣 別浪費 因為兩個人說 宣戰或甚麼事 我都騙了頭 所以大家也可以 除此之外 禮拜禁制之外 預先跟我們說一下 跟我們打電話來 跟我們說一下表提意見 1833298 對,1833298 究竟你昨天看完泛民的初選 兩個人在說完霸權、宣戰後 說得實牙實恥 究竟作用在哪裡 是嗎 還有幾年前的梁家傑參選 行政長官的聲音 有這麼大嗎 是 泛民是否還有一些新意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達到 他們預期初選的目的 對,如果今年何俊仁 下屆又是將文光 再做一個陽心 這樣就很厲害 三級底泛民很厲害 所以大家在想一想 究竟泛民這次的特首初選 還可以說一下 究竟他的目的和其他東西 對 第一節就說這件事 第二節是甚麼呢,李珍 第二節就說一下 不如大家… 我們很少可以說電視劇 電影館也有 但電視館也沒有 沒錯,電視館也知道 不是說有台甚麼台 我們只會付錢 但有時候的台真的選不來 為何昨天那麼多人看了何俊仁 和我們現在的財經台 就是因為有電視劇 可能已經下了話 沒錯,就是這個天女性 全聖空洞的金句很多 對,又說 The city is dying 說到街知學問 對 任何政客都可以拿來抽水 這句話現在 沒錯,弄得我的魚耳狼君 那首歌 現在播出10分鐘 被人切掉了10分鐘 想死那麼窄 下足5秒 下足10分鐘 我也聽得到,頂不上 但問題是否是 師傅劇和所謂非主流劇 是否真的沒有生存空間 對,還有香港這麼多年的電視劇 究竟無法讓香港人選擇 是 迫你去看所謂的師傅劇 對,是否一台獨大就會有這個後果 我們一會請來文化評論員 還有彭智明 還有嶺南大學的助理教授 梁毓明跟我們說 究竟這種現象 網上熱波 但師傅… 宿舍是一般的現象 對 究竟能否維持下去 對 電視頭要否多拍一些 所謂的非主流劇 讓大家多點選擇 沒錯 不用每次都公式化 對,新聞也是吧 大家可以打電話來跟我們說 不過 就在今天,主要是說 先說說就是反民 特首初選的事件才是重要的 特首初選機就是 李進都昨天也有兩個人說 賀俊仁和馮檢基 你看完之後怎樣呢 你都看了一會 我沒有什麼看完 但我覺得就比較 老實說就比較沉悶了一點 不如這樣吧 我們今天就問一下選委 今天請了幾位選委上來 首先坐在身邊的 就是高教價的選委 黃志偉 另外邵家俊就是 社福界選委 他正在趕來 是,沒錯 另外就是教授 就是成大政治學的講座教授 鄭宇石 本身也是選委 也是這次的初選機制的召集人 我們都可以跟他談談 究竟這次的初選機制目的是什麼 或者達不達到目的 教授不如我先問一下你 大家看完 其實這次的泛民出來 兩個候選人 雖然候選人多 或者選委的票多了 但看上去跟幾年前梁家傑比 那個噪音好像沒有那麼大 就是泛民出來的力量 反而好像沒有前幾年那麼強 是不是有這樣的現象 可不可以解釋到這個現象 我同意你的說法 我想上一屆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上一屆 大家都知道 然後再對上一屆 李永達不能夠取得這個入場券 於是當時建制的候選人 就拒絕跟他同臺辯論 於是上一屆就是公民黨梁家傑出來 都幾經辛苦 都是拿到入場券 這是一個突破 拿到入場券 於是就一個正式的辯論 清清楚了是民主派和建制派同臺的辯論 在市民來說就有相當的新鮮感 也都發明了提出口號 有得選 雖然大家也知道 在選委會的選舉裡面沒有什麼勝算 今屆我們承認唐良兩刑之爭 是吸引了大量的市民 以及媒體的關注 每天都有他們兩個的新聞 你說要有競爭 那一般市民覺得這樣也有 我們每天都看著 另外當然大家也會 香港人很典型、很現實 你泛民的候選人 大家都知道 有些甚至說做出表演 有得入場就差不多了 反正都輸硬 甚至你見到媒體的朋友 都是有這樣的態度 有很多時候的同場辯論 或者先後腳 說看完唐良 也就是收工了 散威 覺得以後那兩個 何卓仁、馮健基 說的話似乎興趣不大 因為大家很可能會覺得 你說甚麼都沒甚麼用 反正你都做不到得手 是有這個問題的 這個當然跟鄭教授 聽完都知道 其實都很艱苦 所以問問王志偉 聽完這麼艱苦 坦白說 我昨天做節目之前 都花了半個小時 去聽他們說話 這些東西都很舊 反地產霸權 金融霸權、宣戰、民主、平反六四 中國釋放甚麼人士 然後又甚麼回舊領會 say sorry 其實講了幾年 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那些政綱都能否吸引到你 才聽完他們 坦白說 不算特別吸引 但這也是香港獨有的困局 因為基本上 你如果留意 平反六四作為一個泛民家候選人 跟建制派的主要分別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而至於具體說 怎樣去推動民主政制 你怎樣廢除功能組別 你有沒有一個清清楚楚的主張 亦都是我們爭取民主的朋友 這整二十多年 一直以來的一些基本主張 所以對普羅市民大眾來說 這個議題是很沉悶 是真實 但這個困局是香港獨有的 亦都是因為香港政制發展 在很多重要的問題上 你基本上沒有辦法 是有一個很清楚的突破 而形成了一個困局 所以不可以說因為那個困局存在 而我們覺得話題不動聽 不再處理 不再討論 我想這件事就未免有些駝尿 反而應該是正正式式 不斷地就著那個關鍵點 是再三 一而再再三 用涉而不捨的精神去提出來 所以反而昨天 如果用你的邏輯 昨天 李津也是 他們不斷在說所謂金融霸權 在你眼中莫非是否對焦錯了 焦點不是說究竟如何解決霸權問題 你多說一些對手實際的東西 政治說不到的東西 反而如果要說實際的時候 你首先都要點出一個大方向 然後再從一個大方向裏面 去看究竟具體的細節安排 可以怎樣做 而基本上我們實際上眼見的 由地產霸權所引發到的 民生上的問題 譬如如馮檢基提出 說你需要建更多的商場 給中小企 或者給500億出去 搞不止經濟 是的 坦白說某程度上 你其實都是回應市場壟斷的問題 而你基本上 不論你是用宣戰與否這些字眼 其實你都是面對著一個 很清楚的局面 就是大家已經有共識的 就是因為真的完全面向地產嚴重傾斜 而接著你最終可以怎樣 能夠扭轉這個局面呢 你只不過純粹是在表達技巧上面 就是用字眼有沒有一種感情色彩 來判斷誰好與壞呢 我想未免有些膚淺 因為應該要看一看具體要做的是什麽 這件事的範圍是值得重要去考慮的 感情的字眼 是不是只是感情的字眼 不過你也想看一會問教授 就是他其實搞初選是一個理由 有一個理念 究竟能否達到這個理念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 善用這205個泛民的選委票 等一下回來再討論 大家打電話來 1833 298 回來見 好啦 回來節目時間 再跟教授談談 教授其實看到 今年其實泛民的影響力是比較大一點的 因為你選委票都成205票 其實勢力在選委裏面 叫做Noise 聲音是大了 但是究竟是否可以很善用這205個選委票呢 譬如你這次搞一個初選的理由 你當初有理念的 你覺得是否可以再善用多一些這205票 令到泛民的聲音更加大呢 而不是可能是看完那個辯論 昨天看到今天那些報紙 都不是說太大篇幅的報道 有沒有去檢討一下 究竟可以怎樣再善用一些呢 最基本的訴求 當然就是大家都知道 你總要為了團結 總要為了選舉策略的考慮 得一個正式的候選人 這個從美國總統兩黨要初選 到台灣我們看到 藍綠陣營要初選 那個理由都是一樣的 我相信這個貢獻會在長遠來說是大一些 意思就是你有這個機制之後 以後整個民主運動 當它參與選舉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方式 有一個樣板可以遵存 例如你想想到2017 或者稍後真真正正 有一個人一票選特首的時候 自然群雄並起 我想沒有什麼人敢說 那我們協商 不知道協商 沒有什麼人敢協商 或者我勸退你 沒有可能 於是大家就說要 順便不難勸退 於是大家就說要初選 初選機制可以慢慢摸索 如何做得更好 我想這個貢獻是有的 但你所說的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承認我們是有嚴峻的不足之處 怎樣更善用呢 當然就是 應該泛民哪個選都好 比較早一點出來部署 真真正正有去諮詢各個業界 真真正正經過詳細的諮詢研究之後 拿出一份較為完整的政綱 這個醞釀的過程 應該一定做得更好 我們承認 譬如說梁振英 從民望這麼低搶到民望比較高 他的確在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 雖然多數都是背後的拉票工作 而不是台前的政策制定工作 這個是我們做得不夠的 當然我們經常會賴 就是自然不足等等 但這個不是一個正當的理由 不是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 在我們來說會覺得 哇 選完區議會選舉 就選選委選舉 再選特首選舉 那個準備時間是不夠的 做得好是應該 做了兩年 你就不潔跟各個業界 有充分的資訊 譬如你說 針對政府說六大優勢 優勢產業 他做得的確不好 是嗎 前年的施政報告 哇 大幅大大跌幅 暴放煙發 再去年 即是現在說大前年 前年只剩下六、七行 我看著的了 好了 再去年 每一段 幾句 但是 好了 我們又有些甚麼 針對優勢產業 有些甚麼 比較具體的 可行的 有關業界支持的 經過諮詢的 政策拿出來 這是對我們的考驗 就像梁振英一樣 早兩年要人吃飯 對呀 舉個例子 你看看政綱和口號 你看到 何俊仁政綱 略實雙普傳 取消功能組別 重新出售公公 增加居屋供應 有土地儲備 落實競爭法 發展創意產業 成立基金 全都好像立法會的政綱 即選立法會議員 即選立法會省就行 覆劍基有沒有特首化了 一個人 回到覆劍基政綱就知道了 落實雙普傳一樣 曾建哥的居屋也一樣 土地也一樣 加強監管房地產制度政府正在做 一手樓銷售就正在來 不知道在說哪一塊 二手樓還是日後那些 重點應對貧富懸殊 三個人也有說過 他上次立法也有說過 所以問問智慧是一樣的 大家回答陰影一樣 好像是層次的不同 一個就好像要激進一點 就是要宣戰 一個就說這樣會撕裂社會 是否只不過是層次的不同 你倆的政綱可以怎樣選擇 坦白說你用什麼字眼都好 其實最終都牽涉到 你要將現在這個傾斜的局面扭轉 只不過關鍵是說 究竟你的力度 你的決心 那裡究竟你取得了什麼取態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 你用宣戰這些字眼 未免帶有一個好戰的成分 似乎好像五合而加這一輪 所以這兩年所謂的理性 非暴力那類的特性 但問題是你不要忘記 選舉有他自己一個獨特的地方 就是說你需要去吸引選民 你需要動員選票 你需要令到那些人 真正可以聚焦清楚 那個關鍵問題 而他們兩位純粹爭辯 那個字眼上面 其實坦白說 根本那個不重要 關鍵是你究竟在地產傾斜上面 你對於香港整體的經濟格局 你怎樣開創一個真真正正的多元化 產業多元化的 因為坦白說你搞創業工業 你其實基本上是需要 吸引到有關的行業 還有第二件事 就是你在培訓人才那方面 你在質素 還有來訂一個合理的工資 還有一定的補貼政策 在裏面 你才可以成功推動到那個創意產業 那就是說那些政綱一句一句 這樣的政綱 我想兩位主持的批評 其實亦都是反映香港宏觀的情況 宏觀的情況就是 第一 市民是求變的心態很濃 這個跟1997不同 1997的時候 一般的市民就說 最好是平衡變 不要過度 不要變 不要那麼大事 到了14、15年之後 大家就說 不行 我們真的每樣東西都要重新想過 重新上路 這種心態是在的 同時有很強烈的無力感 我們承認 你提出所有的訴求 我想任何人稍有少少知識水平的 叫他想選寫一個政綱 當是中學生作文 大學生作文 都是大概寫這樣 但是你求變之中 其實所面對的就很簡單 香港的既得利益勢力 香港既得利益勢力 就是各個大財團 背後北京也充分支持 香港現在不求變 就是這班人 因為現在的環境 對他們很好 很好穩 由於北京的領導層 希望香港維持穩定 希望香港沒有大變 也支持他們 也因為由頭到尾 對香港的政策 都是要尊重投資者的利益 他們的力量 事實上是比特首大 即使建制的人想去做特首 都動不了他們 這個就是現在我們面對的困境 如果我們能夠積極點看 就是在這個社會醞釀的過程裏面 形成一種力量 令到既得利益也好 北京也好 都要面對這種變局 是有些突破性 我們承認 例如你看一下 大家熟知的埃及的形勢 我想埃及的知識分子 大概二三十年都覺得 很不對 應該有些言論自由 等等 終於有一次 都要捱了幾年 突破 如果你去中國 你說那些烏坦五尊 太疼 每個人都說 每個人都是這樣 很多這一類 我想你也需要一個積累的時期 但是問題是 積累的過程裏面 是否留於一個 我們簡稱的 quiché 就是陳康濫表 這麼多年有沒有進步過 我們有識回來了 再問你兩位嘉賓 究竟怎樣解決 兩位都是選委 聽完第一場 投誰呢 要問問他們 沒錯 大家有什麼意見 都可以打我們電話 18335298 一起聊 回來見